再次声明一下 我们有收任何的费用 这是品牌自己给我体验的 我是在很短的时间内 总结出一些对大家有用的一些要点 希望给你们的选购 或者说使用方面有一定的帮助和建议吧 如果我有讲的不太完善 不太准确的地方 也欢迎你们及时的弹幕或者评论补充一下 欢迎回来ROB的频道 这次简单给大家开箱几双鞋 因为最近收到的东西比较多 然后也挺忙的 没有太多时间去拍更多的画面 简单跟你们分享来欣赏一下看 首先就是Vans和DoubleTabs的这一次联名 看这个鞋盒就比之前我收到Neighborhood的那一双的 要有诚意的多 Neighborhood这双就是已经快皱掉烂掉了 但是DoubleTabs这个抽屉式鞋盒 我里面没有装鞋 然后它已经非常重了非常厚实 然后拉出来的手感特别好 鞋盒大概就是这样子 鞋呢就是我收到的这一次是Sleep On的鞋型 然后他们这次联名呢总共是发了两个鞋型 除了我手里的Sleep On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也是跟Neighborhood一样的old school 不知道你们喜欢哪一个你们可以投过鞋 这一次联名DoubleTabs的风格的感觉 然后包括整体的联名出来的效果 Sleep On这个鞋型表现的还蛮好看的 尤其是侧面才有橙色边 它并不是全部都橙色 它鞋头包了一个黑色的胶 我觉得这个就比较好看 然后并且后跟的标和 TableTabs的刺绣呢也非常好巧 设计的很好看 在这里感觉就提亮了这双鞋 然后这双鞋的面料的感觉呢 这一个反毛皮的质感我觉得不像Neighborhood那双那么的细腻 但是也是很厚实很舒服的那种 因为它绒比较短一点 给我的感觉是更多像是那种比较有韧性的 应该是比较耐磨的感觉 然后鞋舌口的这一圈呢 跟脚踝接触的位置都是非常柔软的猪皮革 应该穿上来是蛮舒服的吧 然后Sleep On它有一个典型的就是 就是弹力相机的位置呢会有一圈包边 这包边采用的也不是布置 而是同样的脊皮 所以整体穿上脚的舒适度还是蛮高的 当然Sleep On本身这个鞋型 没有说特别贴脚我觉得 喜欢穿的应该都很快就能习惯 就觉得它是舒服的 因为这个码数不是特别适合我 稍微宽松了一点点 所以我穿上去有点掉梗 但实际上脚的感觉还是很好的 很厚实很扎实 鞋底的鞋垫呢就没有太多特别的设计 就是印花logo 然后外底就是生胶颜色的花孵格 当然啦Wolfo Loves Club 最经典的就是要保留这个生胶底花孵格 撞鞋的发售信息呢 我也才刚刚得到 除了我手里的这个黑色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白色的版本 白色的版本呢鞋面是白的 然后侧面橙色这个部分就换成黑色 然后Double Tapes的logo就是白色的印花 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哪个好看的 你们可以投个票 撞鞋的发售信息呢 大家其实现在应该可以在Vans的官方小程序可以找到 就是在这里 已经开始抽签了 如果喜欢的话记得不要错过啦 那我再简单上角给大家看一下 大概搭配了一条比较肥的工装裤 我觉得这种感觉这种款式也比较适合Sleep On 这种比较随意轻松 有点蓝散的感觉 那这是这一双Vans 再过来一双呢 是我今天才刚刚收到 然后我之前没有太了解过这个牌子 但是我觉得他们东西还不错 跟你们讲和分享一下 这牌子呢叫做Article Number 长这个样子这个鞋盒 然后鞋盒打开里面会附赠一个收纳带 就是这样子的 比较简单是那种棉布的 然后私网印刷的 那鞋本身呢 我收到的是这一款 这个样子 两只脚都一样啦 但是我就拿一个来比划了 鞋长这样 我觉得还挺特别的 他说实话给我乍一看的感觉 有点像Mihara的那一个 不规则边的那一双 但是质感是不太一样的 那他们做工也挺好的 细节啊走线啊 包括用料的选择都不错 然后这个鞋型 包括鞋底的材质 厚实感都很好 然后我看他们牌子的介绍 说是他们已经有在 像是Barnies百货 然后KISS 或者是日本Beams United Aeros Monkey Time IT HBX都有在卖他们的产品 可能我之前没有留意 单状鞋我现在拿到手 我觉得它质感是蛮好的实物 外部的拼接布料 选的配色和材质都很好 然后后跟的脊皮 这个鞋底不错蛮厚实的 然后就是这一个橙色的标 做得非常精致 再加上它的鞋 整个中底 这个流化底的这一圈呢 做得非常的细腻 就不像是那种 随便做做 来玩一下 用一些工膜的感觉 然后鞋底呢 它是那种波纹鞋底 就是有一点点开玩笑的感觉吧 然后它是应该是防滑的 因为我在地板上就是 试鞋的时候都有那个冷气寄生的感觉 就不清楚他们的 侧面这个缝线 是不是它一个标志性的品牌logo 可能为鞋身增加一些元素吧 整体还是蛮好看的 这个款式还有很多其他的配色 我就大概再列一下 我不知道你们喜欢哪一个 然后我一眼看中这个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它鞋的脚感呢 我觉得比较接近 Chromus E970的感觉 它比较平 但是依然有它的软弹性 这个很特别 它软弹的原因 是因为它有一个超级Q弹的鞋垫 看到吗 这是它鞋垫 里面就是空的啦 它鞋垫有这么厚 很夸张 然后非常弹非常软 它是 底下看到这些孔洞呢 都是透气孔 当然表面这层布料没有打空 不过它鞋垫本身是穿红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光是可以透过来 然后非常厚实非常弹 这个给它脚感行走的时候呢 有一个非常好的加分 然后并且大家看到鞋后跟的位置 有没有那种阶梯状的设计的感觉 你的脚后跟会被这个位置紧紧的包住 不会说走着走着容易掉 但是呢我个人有一点点不太喜欢的部分 就是这个边做的比较薄 可能一开始不习惯这种鞋的朋友们 会磨脚后跟磨得比较辛苦一点 除此之外其他都还好 不过鞋本身重量还挺重的 这个底非常的厚实 实心橡胶那种感觉 如果你对Mihara的那种 或者就是比较chunky的复古的这种 流化鞋感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品牌 这是我新接触的一个品牌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给你们分享一下 再过来一双鞋呢 就是这双SALOMON Speed Cross第三代 为什么第三代我也不知道 他们就寄给我第三代 然后鞋本身是长这样的 银色的 SESFIT这一个鞋带的系统 是红色的一个涂层 就是这样的 比较简单 这双鞋给我第一感觉 就非常非常的功能性 非常的户外 为什么会寄给我这双鞋 其实我觉得一切的开始 应该都是从这双鞋了 对我个人来讲 我最早最早了解到SALOMON 这个牌子 了解到 看到有人在时装周 用它做穿搭 穿它出镜去做搭配 去在秀场外面给人拍到 就是Speed Cross第三代 当然不是这个颜色 当时我就被这个鞋的设计 牢牢抓住眼球 觉得非常的奇特 这个鞋 另一个颜色看上去 不会有这么多功能性 比较低调一点点 但是也非常的吸引人的注意力 但是这双我拿到手呢 它除了有那种 你可以说是越野鞋 功能跑鞋之外的感觉 它更带一点科幻的味道 有一点银翼杀手的设定感觉 不是2049 就是原本的银翼杀手 它的科技感什么的非常好 非常的足 当然Speed Cross这个鞋型的整体的家族 其实现在已经出到第五代了 然后科技的变化 细节的部分 其实变得蛮多的 跟状不太一样 但是我手里的就是第三代 所以我着重简单跟大家聊一下 它跟我之前的SALOM有些什么区别 首先看一下共同点 其实还是它一如既往的 SenseFit的携带系统 然后包括EndoFit的这一个 那些包裹的设计 它鞋舌也是独立的 但是它鞋舌稍微柔软一点 然后做的比较长 包裹性还是蛮好的 并且它鞋帮的填棉呢 填充的也非常厚实 然后整个鞋后跟 包括前头的加固都非常的结实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是有个LT Live Weight Muscle 那它其实对应的是像之前 XT5和XT6这个外底 AC Muscle ACS 记得吗 不过我这双XT5它是没有写AC Muscle在这里 正常来说它会写 但是XT系列的外底呢 它比较宽 如果是Speed Cross它会比较细 可以瘦长一点 很明显的这样对比 然后鞋底的纹路设计也不太一样 尤其是鞋后跟区别非常大 这个等会儿会讲到为什么 Speed Cross这双鞋上没有的一个科技是 XT的这个Prenation Control 这一块 这一块的泡棉跟外长的这些泡棉 鞋底的泡棉都不太一样 就专门在这里加了一条 Prenation Control 就是防内旋 那这个位置的泡棉是特别特别硬的 给到你一个内侧的支撑 让你脚不会歪 Speed Cross的这个就没有了 它鞋的整体鞋弦做得很瘦很长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是有几个点点的 它不只是锯齿或者箭头状的一个纹路 这个点点是干嘛的呢 就是关联到这一个位置 M&S Counter Grip 这个区别于之前的那些普通Counter Grip M&S代表的是什么 给你们三秒钟猜一下 M&S就代表的是Mud & Snow 泥地和雪地 所以这种鞋呢 它其实是可以在稍微极端一点点的环境去使用 而不只是说像XT系列 就是调一个天气好的时候 去近郊的小山跑一跑这种感觉 这个是可以挑战一点 稍微极端一点的环境 也是可以应付得到的 其实你从它的整个鞋体设计也看出来了 我觉得很夸张的是它鞋后跟的这一个 LT型量化的这一块泡棉呢 其实做的真的非常的轻 那鞋身还是不防水的 当然它是有防水的版本 Grotx版本 那就是另外的事情 我收到的这个其实是更适合 是普通人去使用 没有那么硬核 给我震撼最大的就是它这种 射绳的薄角的位置 可以一直薄到中底 甚至贴着外底薄 我觉得这个超夸张 然后从这个位置拉上来一直到后跟 其实它除了说这样设计好看裤子外呢 它真的有一个支撑性 然后稳定性 包括加固你整个鞋侧绳的一个强度 然后再加上轻量化一体化 就是这一个设计可以做到非常多的功能 非常聪明 然后真的是非常的实用 就是一看就是功能性为主导的鞋款 我个人是推荐有这种越野跑习惯 或者说想要尝试越野跑这个运动的朋友们呢 不妨了解一下Speed Cross这个家族的鞋型 不一定要买第三代 你可以再看看其他的 这个就真的是非常硬 很难去做运动了 日常出街穿的话 如果天气好还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下雨天就真的不要考虑穿它出门好不好 毕竟小命要紧 这个在光滑地面是抓不住地的 你肯定会滑的 至于这张Speed Cross的马术呢 大家就照着之前 如果你买过SALOMON的话 你就照买SALOMON的尺码 穿就好了是OK的 如果你没有买过SALOMON 你对它感兴趣的话呢 我这里有个建议 我个人是这样设合适的了 不知道你行不行 我就给你个建议 就是你光脚的时候 量你自己的脚是多长 比如说你是270mm 然后你的SALOMON就买280mm 这样就是合适的了 这大概就是这双Speed Cross OK那最后一双鞋 就是来自Nike 最新发布的这个FlyEasy AirZoom Tempo Next% FlyEasy 干嘛起这么长的名字 其实因为它在 AirZoom Tempo Next%的基础上 改成FlyEasy的系态系统 FlyEasy就是他们最新研发的一个 非常造福懒人 或者说手脚 也不是说手脚 是手 不方便的人 是不可以这样理解 那它其实主要是分三个步骤 我们先来看它这个系带系统 第一步 看到后跟这里有个Step 就是你的脚可以直接从这里踩下去 它的后跟呢 区别于普通版的Tempo Next% 包括整体的面料也不太一样 尤其是后跟这一块 就是 从这位置分开往后 都不太一样 尤其是面料 面料是那种弹力纤维 然后可以看到后跟翘的这一块 然后在这个位置下来 一圈 这样子它是一个整体 然后它是有点像弹弓设计的感觉 压下去它马上会弹起来 非常非常的弹 非常的硬 然后呢 它也是为了照顾你的脚感说 怕你这个东西各脚 然后可能包裹性也不是很好 所以它内侧会有加一条 特意做了一条棉去填充 然后稳固你的脚 然后前掌的位置 也不是前掌 就是中间 细带系统的位置呢 它其实你表面看它这里 已经有点鼓起来 对不对 里面也一样 里面也是肥嘟嘟鼓起来 所以它整个在里面 大概有这么厚的位置 就是把你的脚压在里面 然后呢 你的脚从这里踩 踩下去 穿进去之后呢 你就可以用这个Lock 这里有个Lock 看到吗 它就是锁住这个 细带系统 让它不会有松或者紧的弹力 当然你要脱鞋的话呢 你就拉前面这个Release 就释放了 一拉它会有啪的一声 然后里面的锁就被打开 你的脚就可以抽出来了 如果你不拉 硬抽的话 可能会弄坏在里面的装置 这大家要注意一下 使用方式一开始 我也是有点摸不着头脑的 稍微试几次就知道了 因为大家要注意一点 就是这个位置的相机 锁的这个位置呢 它用的是这种松紧带 松紧绳 就是它是有一定弹力范围的 你在它自己本身的弹力范围内去拉它呢 它是不会锁紧里面的装置 你把它拉到镜头之后 现在它是最紧的 然后我再往下了 看前面 把的一声凹下去了 这个位置凹下去了 就说明它锁紧了 然后解开的时候它会有 听到吗 再听一次 就这样子 就是锁和解锁 两个 没有说越拉越紧这种 不是这样的 其实它就跟普通款的 正常的 AirZoom Temporal Next%是一样的 鞋底的Zoom X泡棉 然后前掌 两块非常大的Zoom X漆垫 外底是这种有点像 那种叫什么鱼啊 就是会吸在别的鱼身上那种鱼 抓地抓得还不错了 我那天稍微去跑了一下 那这个鞋呢 真的是非常适合去跑步 鞋头的轻角做得非常夸张 你站原地的时候呢 我会有点像 回到中学时期 就是校园会的时候 你会去跑田径 会穿那种钉鞋 有点那种脚感 它的轻角很夸张 然后你稍微倒一倒呢 马上就会有一种推力 往你往前推的感觉 这蛮适合城市路跑的 就是区别于 你的山野户外跑 那并且其实如果你 没有拿它来跑步 想拿它日常穿搭呢 其实我觉得它造型感 还蛮适合穿搭的 尤其是鞋中间往后的这一段 这个位置非常好看 然后加上后跟的这几个曲线 非常好看 但问题是这双鞋的脚感 我个人觉得不太适合日常 就是走路 牙马路穿搭来穿 至少我个人不太习惯 它有点太 性能太强了 就连跑步 我都不是很能驾驭的了 因为我本人也不是说 一个非常精英的跑者 我的配处非常慢 我都不好意思讲 总之就是愿意去拿它 去做更多跑步的一个 的运动 而不会是说拿它 来日常行走穿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 对它的感受 我现在还没有感受太多 因为我确实不太能 驾驭的了它 可能还要再熟悉一段时间吧 未来还会 时不时的再去穿搭跑跑步 出门运动一下 真的不错 这个鞋 这个应该也算是 爱好者会比较好接受的一个设计 因为再往上 Nike还有更加适合 精英跑者的鞋款 我觉得那个可能 搭众不太容易驾驭的了 并且这个携带系统呢 其实也造福了很多 像我这种比较懒的人 真的懒得及鞋带 有时候鞋带 或者你感觉跑得不舒服 你就会怪罪于 鞋带是没绑好啊 这个歪啊 或怎样的 这个就不会了 因为它自动扣紧的时候呢 其实你的脚 在里面是非常舒服的 你不会有任何 说歪心扭发的感觉 就不会有任何的埋怨 就专心跑你的步 就好了 因为大家看到 我前两天 有发这双鞋的照片 我披了一个图 是我在草原上跑的 我觉得蛮好玩的 因为这鞋 给你的感觉 就真的是你只要跑你的就好了 其实大家什么都不用想 这双鞋的马术 大家要注意 它有点偏小 我不知道 可能之前有买过 Nike Percent Temple的朋友们 有了解到 你们应该知道怎么选 如果没有买过这双鞋的话 就算它换了系带系统 其实也一样 它换了可能偏小的更厉害 我平时 假如说我是拿8.5的话 这双鞋我要拿9.5才可以 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么这大概就是这一期 我要开箱的一些鞋款了 这大概就是这一期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希望你给我一键三连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 就点一下订阅了 我是Walk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web.com